L的朋友 哈囉 各位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國鴻 我其實說的不是說他必須要死 而是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 被寫死 因為他的這個角色其實 最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愛情 那他因為 愛情而死 我覺得也是給這個角色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結局 執著像 聰明像嗎 像 他們都說像 謝謝 有點像調戲他的戲的時候 我自己都要在心裡面做很大的那個 心理建設 準備好去現場 然後一到現場就六親不認這樣 其實還是有點害羞 其實幾乎沒有 就是有一些比較 我會去捏他的臉啊 摸他的頭啊 或是他會踢我啊 其實都是 只是沒有誰過 可是會說 我等一下可能會 多對你做一些動作 但是我們都不說 那些動作是什麼 都是開始拍了以後直接做 對 其他角是劇本裡面的 對 但是 我覺得依晨好像沒有被嚇到 他就是 他被嚇到的反應就是 反擊 對 所以 他都沒有在怕了 所以你怕什麼嚇到嗎 他踹我我就嚇到啦 他在床上踹我 我好害怕 我兩隻手又不能保護自己 沙漠那時候我就是真的 很討厭他 所以我就一直去鬧他這樣 其實在花絮裡面有一個橋段 就是他搶走了我的毯子 然後我就偷偷去他背後踹他一腳 嗯 其實這是劇本裡面沒有的 而且也沒有人知道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拍的時候我就這樣做 你知道嗎 但是我踹了他一腳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連他自己都笑得很開心 就是冰冰不好意思喔 我已經跟他道過歉了啦 就輕輕踹一下 很怪吧 怎樣很怪吧 你看他點頭如搗蒜 來 說 說 快點 就是 我可以一下子很High 然後一下又很冷靜 或者是 一下在講這個 一下又跳到那個話題 我覺得我 我是一個特別樂觀的人 但是我覺得是每一個 不管是好的 開心的經驗 或者是 壞的不開心的經驗 我都會想辦法從裡面 學習到一件事情 所以 當 你遇到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你也會想辦法 在裡面學到東西的時候 那件糟糕的事情 也不一定是 真的這麼糟糕了 有 有 有 從小就有 從小就有 從小 國小 國小 國中差不多 以前不是很流行算那個 心智年齡嗎 對啊 我超 四十幾 四五十歲這樣子 現在應該是 真的 你會算這個啊 沒有辦法假裝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已經 我剛剛已經發現這個東西 你們太過分了